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 我们面粉厂的一位经销商范老板在香港见过她 看来她是有预谋的 她不会回来了 我一手提拔了她 她是我们苏家的亲戚 我让她当了大发的副总 她 她怎么能够这样对待苏家 难道是我亏待了她吗 我做错了什么 我 妈 奶奶 妈 你不要难过 你没有做错 是花安她太过分了 花安她知道那批剧器很值钱 现在又逢乱世 面对这么大的利益 一定是迷失心志 起了贪念 是啊 奶奶 您不要太伤心了 我能不伤心吗 我怎么会想到我们苏家还有这么一切呀 妈 这不是您的错 怪就怪我们苏家的晚辈太无能 妈 什么晚辈无能啊 明明是花安她做了不该做的事 如果俊杰有用的话 花安能得逞吗 妈 你要怪就怪我吧 当初要不是我想太多 和俊杰吵了一架 那今天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妈 我已经承认是我不对了 你就不要再说俊杰了 怎么会是你的不对 俊杰心里明明想的是雨晗 当她看到雨晗嫁了的人以后 突然间答应要跟你结婚了 她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你知道吗 妈 儿太太 不要再说了 我做过什么 我心里很清楚 你清楚 我们不清楚 你能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吗 不要再吵了 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一件事 当初 我要交给俊杰的一笔钱 我也交给华安了 什么 什么 妈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你聪明了一辈子 在这个几后眼上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情呢你 是 我傻 我老糊涂了 我不 不应该因为一点点事情 就改变主意 我应该让俊杰走那一趟 我不应该相信华安 不应该相信那个白眼狼的 我 我糊涂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 是我糊涂了 我这个男人糊涂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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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着 奶奶 妈 你冷静一下 奶奶 妈 你冷静一下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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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紧 奶奶 我糊涂 奶奶 奶奶 我糊涂 奶奶 我打电话到家里 薛妈跟我说了华安的事 这华安也太恶劣了 他这么干不就等于毁了苏家的命脉吗 都怪我 我不应该 因为一点小事就改变了主意 才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呀 这不是你的错 要不是方俊杰偷偷跟雨晗联系 让雨晗她不放心 妈 雨晗也 妈 雨晗也 妈 俊杰 你真的跟雨晗 还有联络吗 你知道雨晗在哪里吗 在上海的时候 面粉厂出了事 雨晗打电话给我 说这件事情 和王小茅有关 然后就挂了 也没有说她人在哪儿 事情就这么巧吗 偏偏她找你 不找别人 好了 在这时候 你还要说这些吗 奶奶 您放心吧 我会设法调查 把机器追回来的 我与个客户正好在香港 人脉很广的 我会拜托她一起 帮我追查华安的下落的 好 太好了 就麻烦你了 奶奶 您这是什么话呀 以萧苏两家几十年的交情 苏家的事 萧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爸要是在这儿的话 他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奶奶 您就安心养病吧 我还有事 我得先走了 你去忙吧 君姐替我送送小姐 小姐这孩子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还真变得成熟了 俊杰 宇晗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在山海见了他最后一面以后 就没太消息了 你别误会 我只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而已 他已经结婚生死了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 我真的不知道 奶奶已经说了 约翰不肯留在苏家 没有人清楚 他到底在哪里 是 小姐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什么事啊 大发面粉被瞎疼 是王小毛做的 太好了 抓他呀 把他交给警察 大发面粉的污名 就可以洗清了 你不认识王小毛 我 我怎么不认识他 这个名字 我听都没听过 是吗 你 你不信我可以发誓啊 你的意思是 宇晗无中生有 是王小毛跟他说 是个叫萧总的人 我知道了 肯定是因为五年前的那一枪 我拆散了你们的音乐 他至今还耿耿于怀 不过也不要太过分了 我跟王小毛素不相识 他拿这种事情陷害我 置我位于死地 这也太狠了吧 那你是说 宇晗在撒谎 那就是一定有人想让我背黑锅 当年那一枪闹得众人皆知 把这罪推到我的身上 再合适不过 真正的幕后黑手 才能全身而退 不是吗 你要不信把王小毛找出来 我们当面对质 看他是怎么说的 算了 但我没说 为了感情 我们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们的歌 来 好 来 来 shy She's still a calm 来 伯父 我帮你 哎呦 臭小子 是你呀 哎 怎么 开窍了啊 知道讨好我了 我之前好几次看见都想帮忙 又怕伯父不愿意 哎 你为什么觉得 我不愿意你帮我啊 因为我知道 伯父伯母不喜欢我 嘿 那你现在不怕 我赶你了啊 不怕 嘿嘿 臭小子 有脑子 走 别看了 再看也看不见志伟 这个时候啊 他正在码头干活呢 没空过来 哎呀 你不知道 人家有话跟他说 有什么话说啊 这么着急 秘密 你那点小心眼啊 我还猜不到吗 我保证你猜不到 志伟啊 你妹妹的事都安排妥了吧 嗯 安排妥了 哎 志伟哥 我等你好久了 爸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呢 志伟不是在干活呢吗 跟你说啊 男人的事 你别管 志伟哥 你交代给我的事情 我都已经办了 父女呀 一个样 怎么样 我还行吧 问也问不出个结果来 哎 你看 你看 放心吧 志伟哥 去吧 哎呀 哎呀 嗯 这八字还没一瓶呢 就能让志伟把钱上交了 哎呀 真是我的女儿啊 以后啊 我也就放心了 你们这些女人哪 就喜欢管别人的钱 小路急肠子呢 哼 哼 怎么办啊 哎 哎 就剩这么点了 这个月才过一半了 万一康康呢 病又发作 姐姐好 乖 呜 雨晗姐 呦 月儿来了 啊 我给你送钱过来了 什么钱啊 学生们欲缴的补习费啊 那 哎呦 哎呦 你这已经算很便宜了 比起一些有名的老师 你这已经算很便宜的了 简直就是做善事 可问题 我这一个月还没交完 怎么就领钱了 你出来乍到你不明白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 你要入境随俗 规矩 是这样吗 那那你想啊 学生们只有预交了补习费 才更好上学 要不然老师逃课 那补习的时候找谁去啊 说得也对啊 你就安心地收下吧 谢谢你啊 来 当心 谢谢啊 慢点 谢谢啊 你好像不太高兴 后悔了 后悔 不是 估计我欠她的太多太多了 不 准确地说是 是我们二房 二房 我和雨晗不是一个麻生的 哎 可是你们看起来像亲的呀 是 从前可不是这样啊 我爸有三个老婆 大老子不能生 娶了我妈 生了我还有一个妹妹 难怪我每次提到你家里 你都不开心 久了 习惯了 我也不想问了 可是总觉得心里怪怪的 想听吗 哎呀 我不喝 你说吧 这事要说起来 得从雨晗大妈进我们苏家大门说起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 自以为是的大少爷 也不知道能不能单独见到奶奶 正好茫茫月球 妈妈 我们来医院做什么 我们去看一个老奶奶啊 是不是梅大妈 不是 她的年纪呢 比梅大妈要大很多 你很小的时候啊 她特别喜欢你 每天把你抱在怀里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因为你那时候很小啊 就这么高 你当然不记得了 我们待会儿进去就看到她了 好不好啊 好 走 来 老太太她人呢 刚出院了 你们没遇上吗 没遇上没遇上 对了我想问一下 她恢复得怎么样啊 没什么大碍 就是年纪大了 身体虚 多留心保养就是了 谢谢你啊 打扰了 不客气 走 这位 舅舅 你怎么样了 奶奶 我刚去了病房 奶奶出院了 好 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 我要见我妈 你敢拦着我 可老夫人正在休息呢 你给我滚开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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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太太 妈 妈 什么事啊 这么急着找我 我并不是要打扰您的休息 只是这件事情紧急 必须得马上处理 咱们这个家 还有更糟的事情发生吗 我是要提醒您 财政大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要不然的话 这个节骨眼儿了 还想着争权呢 妈您误会了 我不是要争什么 我们家到了这种田地 已经是无路可退了 你想 花安是我们的亲戚 她都可以背叛我们 更何况俊杰呢 她心不甘情不愿地做了我们苏家的女婿 谁知道她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万一有一天她真的卷款逃跑了 那我们苏家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那你的想法呢 我觉得您一定要把财政大权收回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三思而后行 然后再决定把大权交到谁的手里 雪妈 老夫人 请姑爷跟小姐到大厅 我有事要宣布 是 老夫人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这个老太婆 也不得不出来说两句 俊杰 你有什么打算吗 奶奶 说实话 我还没有什么头绪 短时间也不可能重见面分场 所以我想 找几个商界的朋友 先做一些成本低回收快的生意 尽快补上花安造成的亏空 嗯 家里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 我有些朋友 我可以去问问他们 雨童呢 你说话呀 愣着干什么 你好歹也是高中毕业 总得有点自己的见解吧 我看俊杰的意思 由她决定好了 你没有自己的主张啊 女人不就是嫁机随机听丈夫的吗 你 你们的意思我大概都明白 现在我正式宣布 我们苏家的财产从现在起 由俊杰管理 妈 你已经闹出这么大的事了 你还让她管呀 我年纪大了 这么大个家实在是管不动了 你跟雨童又管不了 不交给俊杰管 难道说要坐吃山空吗 可万一再出事怎么办 我知道你的顾虑 可是你跟雨童管不了 不相信俊杰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俊杰 你要好好地运用苏家的资产 知道吗 奶奶您放心 我不会辜负您的托付 好 金叔 我们决定了 把所有的工人都辞退 就留下你跟薛妈 那以后打扫啊这些活呢 我们就全部都自己做 还有 以后非必要的话 尽量不要出去叫车 能省一点是一点 堂堂上海大发面粉厂苏家 竟然落魄到这种程度 连个工人都请不起 要是传出去非被人笑死不可 亏得那个方俊杰想得出来 那也是没办法呀 现在不能开园就只能节留 俊杰自己出门都尽量少坐车了 能省则省吗 省这么一点钱能发财吗 人家看你们这种穷酸样子 才不跟你们做生意呢 做大事情就得有大手笔 小鼻子小眼 反而让人家瞧不起 妈 你就不能放俊杰一马吗 女婿也是半个儿子 你好好跟她相处 将来她会孝顺你的 她孝顺我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妈 你又要去打牌啊 怎么了不行吗 现在奶奶身体不好 家里又出那么大的乱子 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在家待着 我留这干嘛 反正老人家也不愿意见到我 我跟她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 不是闷死也是气死 其实奶奶也不是讨厌的 她只是不喜欢咱们家里 总是吵吵闹闹的 所以我才要出去让她耳根清静 再说了 我去打牌也是应酬 说不定在牌桌上 能够为苏家找到出路呢 行吧 你要去就去吧 到时候可别输了钱 回家大呼小叫 乱骂一通就行 你 你这个乌鸦嘴 我还没有打牌呢 你就咒我输啊 没咒你 你也从来没赢过 多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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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要去哪儿 小剑啊 我这不 在家里闷得慌 一个人出来转转 要不我陪你喝杯咖啡去 不不不不用啊 这怎么好意思呢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都是自己人嘛 走 来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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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对 你 不不公开 你 我不许 我是 lin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会出什么事吧 能出什么事啊 这年头就是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我说话告诉你吧 现在苏家状况远远不如从前了 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这样吧 要是出了事的话 我赔双倍 保证不让苏家吃一点亏 这话是你说的 是不是你说的 是的 好 有你这句话 阿姨我就放心了 那好 阿姨 什么时候给我回音 我得跟朋友提前打个招呼 要不是这样吧 你跟我回去 你就跟奶奶说 这 这不好吧 奶奶毕竟是上一代人 观念古板跟不上时代了 而且这种投机生意 她不一定会赞成的 如果我出面的话 她答应不是 不答应也不是 看奶奶这么为难 我不忍心啊 那我看这样 还是我跟她去说 毕竟是一家人 说话方便一些 那阿姨你就多费心了 别让奶奶生气啊 我知道 奶奶那边呢 我会尽快去跟她说 可你朋友那边 你一定要跟她说说 要等着我们 让我们入骨啊 当然了 那我们家翻身的事 就靠你了 阿姨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行 我相信你 那我先走了 那我不送你了 妈妈 你没睡吧 妈 这么晚 有事吗 给您说个好消息 也许您不相信 我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又在做梦了 你听我跟你说吗 妈 妈 我有一个朋友 说要办个公司 趁着战乱囤积居齐 发国难财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妈 这是赚钱的好机会 钱滚钱 比面粉厂赚得可要多得多了 赚得再多也不做 我们苏家有苏家的格调 不做投机生意 你看你看 果然被萧姐说中了 这跟萧姐有什么关系啊 妈 实话告诉你吧 这单生意啊 是萧剑介绍的 人家一番好意 我们不领亲 以后见了人家 怎么好意思 萧剑这孩子 萧市地产做得好好的 干吗要跟着人家做投机生意 妈 有谁会嫌钱赚得多呀 再说了 人家萧市公司都不怕 咱们家怕什么呀 要是从前的苏家 我也不怕 竟话安这么一搞 咱们苏家再也折腾不起了 妈 咱们家不会走那么倒霉的 不会的 出门在外 小心谨慎一点好 没事的 人家萧姐已经说了 如果出什么事的话 她给咱们赔双倍 你还真让她赔呀 您要真不放心的话 那就这样 我们先投入少量的资金 如果真的赚了 我们再多投一点 这样的话 不就万无一失了吗 我们苏家不做投机生意 人人都这么做 为什么我们家就不能呢 您就别固执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钱是真的 其他的都是假的 钱也能是假的 良心才是真的 良心有什么用呢嘛 妈 如果良心真的有用的话 我们家也不会 当这种田地 妈 眼下 是挣钱最要紧了 你明白吗 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 你出去 我去找方俊杰说去 不许去 这个家好不容易 清静一点 我不许你再生事 妈 有钱不赚 你家老小 等着饿死啊 你 从前明月望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强子跟我回去 这 这位大婶 我们上课呢 我是强子妈 家里活忙 等着强子干活呢 你的孩子 学费也交了 不上课就太可惜了 学费啊 一二说不要钱 我才让强子来的 什么不要钱呢 一二是这么说的呀 什么不要钱呢 强子妈 我不是让你在店里等我的吗 你跑这儿来干嘛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叶儿 不是说不要钱吗 你说的呀 秦老师当然要学费呀 但不是给你拿 你放心吧 好好好 只要不要钱就行 那我带着强子回去 我就先走了啊 走 怎么回事啊 你之前给我的补习费 哪儿来的 雨晗姐 你就别问了吧 收了就收了 你要不说的话 我把钱还给你 是志伟 来 来 来 辛苦你了 谢谢啊 谢谢啊 来来 请 我们走吧 这位 你怎么来了 康康呢 为什么要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我得干活了 干什么活呀 什么补习费呀 全都是骗人的 我今天才知道 全都是你的血汗钱呢 没有的事 你别把我想的那么美大 我不能拿你的钱 这可真不关我的事 钱是叶儿给的 你去问她 叶儿正在家里陪康康啊 她把一切全都告诉我 这丫头 志伟 你说你这样的话 我怎么吃得下饭 我能睡得着觉吗 来 来 你千万别想太多 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你怎么是应该的 你又不欠我们的 我欠 大家我就欺负你 长大了我还挤着你 我们还为难你 素素得死 才让我明白我的错 我真的对不起 你说现在我好不容易 有个机会弥补你 给个机会吧 好 要不这样吧 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这样也能省点开销 那些孩子呢 挺有上进心的 我先交到月底 以后有空啊 我再免费教他们 那你平时做什么 找份工作呀 天无绝人之路 我相信 我一定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你呀 我 行了 赶紧走吧 走了 奶奶同意了吗 奶奶根本就不反对 可现在呢 钱都在方俊杰那儿 我也没辙呀 我忘了提醒阿姨了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钱一定要到位 不然资格就被取消了 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几天 我想想办法 不能再等了 有很多人拿着钱 排队等着入股 我朋友是看我的面子 所以才保留到今天的 这样吧 两天 就两天 行吗 两天 一天也不行 您得体谅我的难处啊 不如这样吧 等下回 下回有机会 我再找您入股 不不不不 以前讲好的事情 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要不这样 我今天 今天我一定把钱准备好 你觉得怎么样 好吧 那我再让我那位朋友 就严个半天 那您可答应我了 千万别让我失信于人啊 那好 嗯 我们一会儿见 好吗 好 阿姨再见 哎 这一时半会儿 让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 咱了大半辈子也就这么点东西 算了 我跟他赌了 来 拿 多少钱 这个数 那么少 吃人啊你啊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可以拿回去 我们店里啊 不缺这种货色 这种货色怎么了 你看这个翡翠啊 多绿啊这个 还有这个 啊 鸡血镯子 有钱都买不到 这货色怎么了 这货色 哎呀 时局不稳哪 后边的人还多着呢 你要是满意的话 就把钱收下 不愿意呢 就到别家看看 别在这儿啊 妨碍我们做生意 行吗 行行行 真是 吃人不吐骨头 钱都在这儿了 你说说办 不用数了 我还信不过阿姨嘛 这些钱来得不易 你可得帮阿姨好好运作啊 你就放心吧 要不了多久啊 我保证这个钱给你翻两番 奶奶到时候啊 肯定笑得合不拢嘴 千万不能跟奶奶说 怎么回事啊 我这些都是私房钱 你得替我保密 不能说出去的 怎么了 奶奶她不答应如果啊 家里的钱 都让方俊杰管着 要让这小子想通了 还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呢 阿姨呀 真是委屈你了 你放心吧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家里这一老一小 可把我给整死了 你也别生闷气了 阿姨呀 你放心 等赚了钱以后 我保证苏家 没人再敢为难你 看你这小嘴甜的 都能挤出蜜了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福分 没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女婿 老板 老板 二太太也在啊 二太太好 你们有事要谈是吗 那我先走了 好 让司机送下阿姨 好的 车子就在外面 二太太这边请 哎 小剑啊 这事啊 一定得给我办妥 能不能翻身 就靠你了 阿姨呀 你就放心吧 那我走了 嗯 再一再你看 那我这碟子 都要不然 乖 梦准 我会想你 准备了 对 那么没看 骨髓 我会想你 明亮 什么 你不想你 你没想你 苏与韩小姐请进 请坐 苏小姐 您在面粉厂做过事 对 面粉厂不同于棉纱厂 有面粉厂的经验 不代表就能胜任纱厂的工作 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一个产业 质量的控管是必不可少的 在面粉厂或是在棉纱厂 这都并不重要 说下去 我们将心比心 每一个人都希望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尤其面粉是吃的 棉纱呢是穿的 这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所以这个是良心事业 品馆更要严格谨慎 所以呢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做好品馆这个工作 没有其他 只有良心二字吧 宁缺勿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是我的作用也 你是从基层做起的 所以我了解每一个生产环节 除了任何状况 都可以及时地找出问题的根本 这样呢 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 把各个方面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好 回家等消息吧 好 我想跟您说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希望能得到好消息 那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如果录取的话 明天吧 后天 因为明天我得先把家里安顿一下 那就后天吧 我被录取了 本来还要等少民的批示 但是我很欣赏你 所以决定先斩后奏保健你 谢谢你啊 谢谢 我一定会努力的 好好做 加油 嗯 那思念 我的小丧手 我触摸你 却隔着天涯 心不平 在绣不挣扎 问怎么缓暖不了琵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相思 任情先掌满琴歌 永远相守 才明白琴声 永远相逢 穿透了命运的尘埃 永远相爱 情愿深深深入乌海 永远相思 任情先掌满琴歌 永远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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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明白琴声 才明白为你而来 永远相持 永远相守 永远相思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